大家好,我是嘉良 今天又收到了北京汽车的邀约来参加一场露营大会 今天我们的汽车主角就是这款北京X7 一款定位于紧凑型SUV的车型 首先这款车型的尺寸达到了4710毫米 轴距是2800毫米 所以它在紧凑型SUV里头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偏大块头的一个车型了 而说起北京X7这款车 这也是基于北京魔方平台达到的首款量产车型 下面呢我们还是带大家从外观到内饰主意来说 先看车头 首先它的车头的厚重感就很强 还采用了上下两层隔山式的设计 上面一层比较窄的造型 显得比较有这种科技的神秘感 下面一个大锤 采用了黑色烤漆的这种高亮效果 也很显成次档次感 侧面来看的话说几个亮点 首先就是这个自动伸缩式的门把手 很高级 其次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它在塞住这个下窗檐的位置 做了一个很有力量感的起伏 其实这种起伏设计多在一些美式肌肉跑车中 显示 在SUV中还是比较少有的 而这次北京X7车型 在这采用了这种设计 让侧面的轮违这块很有力量感 再说一点 轮胎型号上搭载了 235 55 19英寸的 韩泰的Denna Pro SUV轮胎 主打的也是静音与舒适 单条轮胎的售价是在650元左右 好 这是车身侧面 咱们到车尾来看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款北京X7车型 它的车尾就很神奇 变成了一个投影的幕布 来我们摄影老师往里照一下 它是把后排的座椅完全放倒 放倒之后连成了一张大床 然后我们就可以躺在车内 通过那个投影仪 把它屏幕投在这顶上 然后很惬意的享受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款改装 咱们去看一下 出来露营 怎么能少了一顿 非常美味可口的晚餐呢 像这种露营餐桌 以及折叠式的柜子也可以在车内展开 这是个折叠桌 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美食呀 以及锅碗瓢盆调味料啊 都可以带出来 来一场现场的野炊 我们看到这款的车尾改装 就是比较简单了 首先是架了一个这种尾箱的 支起来的车顶帐篷 这个帐篷我还真在某宝上搜过 特别的便宜 而且改起来也特别的简单 容易上手 然后就把后排的这个靠背 直接放平 然后垫一张毯的俩枕头 就改装完了 很惬意的一个野外的露营小天地吧 而我们看到这款北京XC车尾的设计 以及布局的话 想必就是一个小公主 在过一个生日party 然后我们可以走上车 然后后面放了好多这种小的公仔 以及发光的灯条 特别的好看 也能看出它的后备箱的重身呀 以及内部的宽度 能放太多的玩具了 有宝宝有孩子家长 这么一个惊喜的话 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我们现在来到北京XC的前排车内 首先在车内的一个整体感觉的话 受制于它的车身宽度尺寸比较的宽 然后整个中控台面坐得非常的舒展 科技配置上呢 很明显有三块屏幕 前方两块屏幕的尺寸是12.3英寸 中间一块媒体的互动屏 以及这里是两个清晰度很高的这种全约晶的仪表盘 同时这两块屏幕 我们可以通过多功能方向盘右边这个按键 通过这个滑轮可以切换快速调节的音量 以及屏幕的一些交互 不仅仅是单独的这种单一的点触开关 还可以旋转这么一个细节 左右两边都可以 车机系统还支持华为的 HiCar AR实景地图 以及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还可以开启车窗 天窗这些功能 同时也支持OTA的远程升级功能 然后再往下看 这是一块空调新风系统的触控界面 分辨率也是很高 而且采用了这种黑色烤漆的界面 这个边框 整体感是很强的 包括它这个清脚的话 我们开车的时候盲操 也比较方便 这么一块 同时座椅的话 像这款车型是具备通风和加热功能的 而且方向盘也支持加热功能 当我们的室外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 我们上车前 它就会自动开启加热这功能 保持车内的一个恒温 方向盘的盘幅还是比较偏大的 然后两边大孔真皮的那种握感 还很足的一个平底的设计 再看一下植物空间 首先门板这边植物槽 下方一个比较深的水杯的植物空间 在这中台的下方 这里有一块比较大的空间 两边有USB接口 以及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后方这里电子的拍挡杆 以及多能鼠标的一个按镜 也是可以操控车机显示屏的 后方两个比较小的杯槽 但是打开之后 下方还有一块比较深的 带线维器的杯槽 打开盖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魔术空间 非常的深 开口是巨大 总共可以形成四个杯槽 这一块的表现还真不错 头顶上方 眼镜盒 以及天窗的开启 自动防旋幕后视镜 再说回我的座椅 座椅的椅形也受制于 它这个车型尺寸比较宽大 所以说它椅形也可以坐得非常的宽 整体的填充是偏支撑性的这种 尤其是对腰部的这种贴合感 支撑性还是很足的 座椅功能上是支持六含电动调节 主部驾驶座椅均支持思想 腰托调节 主驾驶座椅还具备记忆功能 就是北京X7的前排配置空间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北京X7的第二排 来看一下后排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受制于它的车身轴距有2800毫米 所以说它的纵向空间这一块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说一下座椅的感受 首先坐垫明显是比前排高出不少 形成这种影院阶梯的这种视野效果 非常的通透 敞亮 然后它的坐垫呢 也能看出坐得非常的长 而且有轻角 关键位置的支撑 我的大腿沾下腿 非常的舒服 靠背的话 整体是只有这一个角度调节的 整体也是偏向于这种 关键位置的填充性 地板中间纯屏 然后上方空调出风口 下方12伏电源接口 一个USB接口 以及置物空间 头顶的话 会有一块全景天窗 中间扶手托拿下来 两个带线位器的 比较大的背槽 然后由于它这个车的车型 比较宽嘛 我也想坐到中间试一下 的确中间这个地板 真的特别的平 像我42的鞋的话 前方 还有三指的一个冗余量 所以说北京X7 这款车的空间配置 是真的挺大的 发动机搭载了188马力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38千瓦 峰值扭矩275牛米 与匹配了7速 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参数表现就是这样 最后结合这款车的售价 和大家总结一下吧 北京X7这款车 目前官方指导价是 11.49万到14.99万 这个价位区间 这款车最吸引我的亮点 无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 以及一个内饰空间 是真的特别的大 特别有优势 所以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 比较高的朋友的话 我就建议您着重看一下这款车 好吧 这就是本期加量实测的全部内容 我是加量 下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